很多人都以为政治人物或者议员 在社会上是权力身份的象征 操控很多东西 但其实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政府负责的东西也不同的 大家未必很清楚 而市政府呢 我们主要就是负责民生的比较贴心的那些事物 加上万锦市是走两级政府的制度 就是Two-Tier Municipality 上级呢 我们还有月客区政府 确测的空间不是想象中那么多 想要改变的时候 也要花很多时间功夫 跟不同的政府去反映游说 还有去卸商 市民大众对于政府措施 也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意见 在我的位置 最有难度的其实就是怎么样 去公平的帮助人 平衡各方的情况下去做决定 这个时候有时也是挺无奈 也是有点沮丧 在新冠疫情这两年 让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打击 还记得去年三月开始封城的时候 安厂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非必要的场所 包括那个兴趣班 补习社一些学校也要关闭 有一个居民向我举报说 区内有一家跳舞的教跳舞的学校 舞蹈学院 毅然就是无视禁令 继续的开班上课 但我要求我们的那个 by law officer 复利执行部门去巡查之后 他们了解过之后 就跟我汇报 说他们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只是进行录影 做那个事项课堂的用途 就是virtual learning 还没有什么实体的课 也没有学生在学校里 室内也只有不多于三个人 包括那个导师 还有那个摄影师 这个就是当时安省的条例 所容许的 但是这个居民非常非常不满 说我 说我 就像所有人 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 说各行各业 非紧急服务的人 人人都遵守那个封城令 为什么这个学校 又可以例外 又例出 那个学校 其实是违反了 安省紧急发 紧急发 这几张几节啊 这样子 还说会把我的那个回复 直接送到省政府去对职 那我还 唯有再向他重申一次 说月科区警方 其实是根据省政府的法律 去执行的 这个学校确实是 非紧急的那个商户 但是他们 一直没有对外开放 只是提供网上教学的资源 以求让学生在疫情 被困的情况下 也可以有那个活动 舒展身心的那个机会 我们一直不希望就是要扼杀 那个商户的生存空间 尤其在现在的法律 容许的情况下 不过他受到我的回复之后 还是非常激动 回复的时候就抛下一句说 他在意大利因为COVID 而刚刚过世的那个年老的亲戚 他知道了一定不会心安 这其实就是他情绪爆发的 就是那个导火线 然后他继续的 说自说自话呢 就是说 如果根据我的界定 是有空间可以让商户营业 那就根本不需要有那个 Stay Home Order 反正就是说我们政府 就是一直都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等等 我最后我也回应他说 这其实是省政府定下的规例 然后就直接copy我们的省议员 让他希望他可以提供 更清楚的界定 这位居民的亲戚过时 当然是非常不幸 但在当时的情况 尤其是面对一个全新 未知的那个环境 我们政府也需要衡量 还有评估对各方面的影响 然后再做那个决定 受到这些回复 有时候也令我感到很 就是沮丧的 因为居民不会想听坏的消息 找我找自己帮忙 就认定了我是有义务 去帮助他们 晚晚的那个解决那个事情 我自己其实也蛮以为 我可以帮助他们的 不过最后他们还是不满意 另外就好像 那个室内佩戴口罩的规定 更加是 我觉得是经过多重波折 才能通过 在我们华人聚集的社区 我们也就是普遍支持 在疫情期间戴口罩 这个当然呢 是能够有效减低病毒传播 保障大家安全嘛 不过对于 even就是在万警市 有其他社区的人士 也就认为 这个规定戴口罩 其实属于侵犯人身自由啊 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啊等等 自去年三月封城之后 不久呢 我就有意提出 这个强制室内戴口罩的 那个动议 不过开会的时候呢 我也听得出来市议会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议员 都不倾向支持的 因为最主要的 震傲的地方 就是觉得 执行上有很大的难度 我于是 我于是就 转换了那个方向 在约克区议会 开会之前 就是York Regional Council 开会之前 就与当时也是 区议会代表的市长 去沟通 希望市长可以 透过区议会的层面 提出这个动议 应该比起 我们个别城市 立法规定更加适合 而且成功率 可能也会高一点 我连 我连着 就是 借着 我就把我的那个 连着来 听到社区的那些诉求 也向市长提出 而且我 我又附上那个 有很多医生 连书的那封信 情愿信 而且还有一些研究报告 就是说 戴口罩 对减低传播 新冠病毒的成效 有一些的研究报告 一并的 递给那个市长 去参考 经过多天来的 下话 那个资料 一向审慎的市长 他就跟我说 最好就是交由 粤科区首席 卫生官 那个Chief Medical Officer 去发出那个指令 不过 他也会尝试 在他们区议会 开会的时候 提出有关的动议 会议当天呢 我一遍 就是也上网 密切留意 那个整个的辩论过程 一遍就同几个 我们万锦市的 几个区议员 也互相通短讯 了解他们的取向 最后 市长不复所望 他提出的那个 室内戴口罩的动议 获得大笔书通过 我们社区大众 一直希望 而且要求的 终于都走到实现 虽然这一次的动议 不是由我来提出 我只是在背后 关注事态的发展 还有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 看看怎么样 接应帮忙 但是我在当中就学习了 如何有计划 有系统的 去承受一件事情 我自己的思想 也一直在调教 我退一步想 神要把我放在这个岗位 其实是要我学习 要忠于我的使命 要focus目前的那个岗位 很谦卑的去服侍人 因为结果是怎么样 不是我能完全的掌握 人家非常的感谢 自己帮忙的时候 不需要自满 同样相反的 得不到预期结果的时候 或者是人家不满你的时候 也不要沮丧 因为掌管万事的 都是我们的神 他都会知道 还有纪念我们